大家好,歡迎收看Cheers Bar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三騎真六所之旅下篇 在我們上一期的影片 三騎真六所之旅中篇中 有介紹到三騎真六所的博物館裡面的歷史 以及它的產品以及它所的人物 如果沒有看到的可以點回去看上一集中篇 那這次我們要來講解的是博物館一樓裡的瓶飲區 所瓶飲到的威士忌 Let's go! 當你參觀完博物館後 記得一定要來他們一樓的瓶飲區來瓶飲 你剛剛在博物館看到的一些威士忌 你看這些價錢,基本上跟外面比 實在是白菜價,非常非常的划算 如果你來了錯過了,你會後悔的 這次呢,我們在參觀的博物館後 我們點了這六瓶酒 這六瓶包括了白洲25年 白洲18年 響30年 三騎18年 三騎25年 響21年 這六瓶酒 非常的划算看這個價錢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個瓶飲的結果吧 我們剛剛在這邊排隊 然後買了一些威士忌的Tasting 我們其實這邊的Menu跟價錢非常的好 如果你來這邊,一定要來這邊試喝這些威士忌 基本上你在外面的Bar買的價錢 絕對比不上這邊的價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桌上有6杯卷 因為它這邊是美元,只限定3杯15ml 你看我們有三騎Yamazaki 然後這是幾年份的呢 上面寫著25年的三騎 白洲25年 響30年 我們有白洲18年 三騎18年 跟響21年 然後我們前兩天其實已經去外面的酒吧 外面的酒吧呢,如果是30ml 就是這兩倍Double的價錢的話呢 在外面是賣差不多1萬元日幣 就是等於是100塊加幣 或是80塊美金 那在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是半價甚至更低的價錢 就可以得到 我記得啊,21年好像是800塊Yen 就是這個容量才800塊 8塊加幣的意思 那我們來享受一下 容容看一下 開始的話我們先從響30年 我覺得在這邊 基本上這些每一6瓶酒的味道都衝上來了 其實好香喔 迫不及待的想要趕快喝喝看 好的,我們現在從低年份喝到高年份開始 我們就試一下三期18年齁 然後接下來再喝到三期就吃了 所以先18年 現在聞一看18年的味道 哇,它有一種 梅子味酸酸的感覺 水果味蠻重的 水果味蠻重的 那種Dried Fruits 乾燥那種水果 水果味道 哇,喝下去後 有水蜜桃的味道 好香喔 嘴巴裡尾韻非常的久 濃厚 接下來看一下三期25年跟18年的表現 有什麼力量 我感覺這個聞起來 的味道比較淡 沒有18年那麼的沖 沖進 可能是因為它的酒體 酒精 可能比較 酒感比較低吧 因為已經25年了 在橡木桶 它有淡淡的花香味 花香味是比較重 18年的花香味還重 18年是比較水果味 對,這是花香味 感覺就是花香 然後 我覺得有梅酒的味道 梅子梅酒的味道 山楂的梅酒味道 坐好 接下來我們喝一下白洲威士忌 我們用白洲十八年跟白洲二十五年來做比較 我們先從白洲十八年來開始 白洲它有名就是它的用的是 Mizunara cast Mizunara to 就是用日本有名的 Mizunara樹的木頭來做橡木桶 人家說它就是森林系的味道 它溫起來真的是有種很森林啊 很草味很grassi 然後有那種檸檬啊 那種mint 那種薄荷味 很清新的酒 非常小清新的酒 哇,我覺得有一種 像是茶 青草茶 然後甜分又很重 蠻重的微甜 喝起來蠻消暑的 感覺是一種很適合夏天清涼的威士忌 好,我們來試一下十八年的二十五年的白洲 哇,這個酒二十五年的白洲 它是在十八年的那種味道 再加上了更多的水果香 清新香還是讚 但它還多了一些水果 嗯,我感覺它聞到了鳳梨香 哇,它的酒體也是蠻森林系的 有grassi的味道 然後有檸檬 然後再加上一點熱帶水果 鳳梨啊 然後桃子味啊 酒體呢,我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 味道更複雜 然後更多層次的話 我建議你都是選擇二十五個米 但我覺得它的層次會更多 然後它的酒精味不會那麼嗆 我們接下來來喝最後的兩杯酒 是想一比起 就是世界有名得獎的那個世界 那我們有想二十一年跟想三十年 我們先聞聞看想二十一年吧 嗯,好像有那種奶油 香草味,特別的重 還有焦糖味 我覺得有那種caramel味道 嗯,然後梅子味道也有 感覺就是一種 蠻甜美的酒 一聞一下就覺得很甜 哇,它其實沒有什麼球體感 基本上就是我講的那些 焦糖啊,奶油啊,蜂蜜 那種味道啊 好香喔 我嘴巴都很甜 然後再加一點梅子 感覺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好啦,我們來喝一下今天最後一杯 也是年份最久的 想三十年 調和威士忌 基本上就是把白洲三期 跟剩下一百多萬瓶的酒 你知道 調和在一起 想三十年 我好像聞到了水梨味道 鳳梨味道 香蕉味道 一些很多水果味 特別重 然後淡淡的花香 它有一種蛋豬汽水味的尾韻在後面 就是有一種 像是那種 科爾比斯啊 或是那種蛋豬汽水味 但是少了氣 就好像沒有氣的蛋豬汽水味 很奇妙 它花香好重 水果味很重 但是那個蛋豬汽水味 最後那尾韻 蠻不錯的 今天我們的分享給您就是 Sample呢 就到這裡 六瓶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來三期威士忌酒場 然後記得一定要先做 因為你沒有做的話 你就會被擋在門外 但是你進來後呢 你會到他們的gift shop 買到很多 你喜歡的東西啊 酒啊 酒瓶 小的酒瓶 跟酒杯啊 然後還可以來這邊 最重要是要來這邊 做一些tasting 我覺得這些tasting 是難得的機會 因為你去外面 可能都喝不到這種價錢 所以我們就 接下來我們看看 附近可以看看 外面可以拍個照啊 然後看看 這邊的風景 其實也是不錯的 像日本相像 然後呢 我覺得現在日園呢 匯率也不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趕快 走走 從京都或是從大阪來 都可以 嗯 今天就到這了 掰掰 由於我實在是喝得太開心了 所以在喝完這六瓶酒後 我又跑去問工作人員 我是否可以再多買一些酒來拼飲 既然他們答應了 於是我就買了這三瓶酒 在外面 不太容易喝到 然後價錢也在這邊特別便宜的 像是汁多 還有響 沒有年份的響 還有三騎 也是沒有年份的三騎 西班牙雪莉桶 三瓶酒都是沒有年份 但是他們都蠻好喝的 那好吧 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平影區附近 還有一些博物館的餐欄 展覽 掰掰 等等 我們就算很厲害 不想含 我們都沒有 我們有一個人 我們很激烈 我們在一起 我們很南派 我們都要哪裡